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限定五星白中的1.2版本 明朝被严重低估了 明朝向里要明日上线 五期到底补补补 1.2版本后续还有什么内容 向里要角色养成攻略 让你的向里要没有童年 1.3任务场景图流出 1.4可能唯一星4星1星5星 2.0会有新类型武器 明朝新角色向里要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 并且同步开放了免费兑换活动 没有预想的卡进度 玩家只需要达成简单的追悦节经营目标 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主C定位的强力限定五星角色 在明朝经历了1.1版本 强势的龙凤组合破坚扭转局势后 紧接着到来的1.2版本相对的休闲了很多 版本开启后 害羞内向的眼镜娘角色则是率先登场 追悦节版本主要活动也属于是 轻量级的模拟经营玩法 在活动中 漂泊着与青州地区的共鸣者们 一起经历一些节理的故事 留下回忆 而随后接种而至的内容也都为轻量级活动 下半卡时则是参与活动就能送出的 免费线舞角色向里要 突然看出 明朝对于1.2版本的规划并不是拉收与盈利 而是期望打造一个轻松 休闲 有节日氛围的福利版本 以稳固玩家大盘 但要说1.2版本在玩家层面给笔者的感受 或许不少探索度高的老玩家也有同感 那就是对应的长扫期也确实有些长了 只要干度稍微高点 版本进程一半不到 这份节日的休闲就会立刻整变为除了日常无事可做 会有这种感觉多少也有对比的因素在 比起1.1版本开放的大片城销山区域 1.2版本玩家的活动范围 主要集中在小小的桃园村中 也没有推进逐线剧情 烂闹翔海的节日氛围虽然营造的不错 但在新鲜度上难免逊色几分 加之有传完后续版本规格隆重 1.2版本玩家的活动范围 似乎也说得通了 因此 一些玩家难免会在这段时期产生疑虑 酷肉的产能是否跟得上版本消耗 放长远看 版本更新频率与内容质量的平衡 关乎游戏的未来发展 今后至此需要位于筹谋 但如果回顾明朝至今的发展路径 笔者倒让为不必担心酷肉这群人未来的产能问题 在经历了大版本的密集更新后 明朝的却需要一个相对平稳的周期 来优化和巩固剂游内容 总结前两个版本的经验教训 下如制作人收任在前段时间做的分享中所言 项目目前已经累积了超过10万份玩家公单 而每一份公单背后都藏到玩家的真实诉求 要真正将这些反馈内化为游戏优化的动力 就必须放慢脚步 沉下心来倾听玩家的声音 这正是明朝1.2版本正在做的事情 比这想先从角色PV开始聊起 有人可能会觉得 PV只不过是宣传测的内容 与游戏本身关系不大 但事实上 明朝角色PV大多基本由明朝项目主独立制作 对于稳固和强化人物设定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这下下是简要由厂商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标准之一 能否为角色塑造出鲜明的记忆点 可以说 有1.1版本的注意在前 1.2版本的PV质量还是惊艳到了笔者 则是PV可为明朝迄今为止 催俱喜剧效果的一集 他讲述了则次作为画师 如何被任性的甲方催稿改稿的经典情节 并且融入了美人鱼电影的名场面 笑点能够被中国玩家轻松接收 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美人鱼桥段是中国特有的梗 海外用户盖的不到怎么办 制作人收人在著乎上进行分享时 提及影响口碑的第一个基带解决的问题 也是本地化 酷弱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也很直接 那就是立马拉起专项 派出人手去切实跟进 则是PV一定程度体现了明朝本地化的收效 对比中英配音可以发现 部分英文台词并非直译 而是让表达更倾向与夸张 比如甲方有一句台词的中文是 我又有了一个新想法 英文版则被译为 I had another brilliant idea 而为家的天才一词 类似的家住后面还有多处 配合甲方大开大核的肢体动作演绎 即便不懂梗的海外玩家 也能充分领悔到甲方自以为是的形象 自然也更能共情则之身为一方的被迫与乖巧 PV最终呈现的效果出色 在版本开启前推出 就为则是先决立下了敏感细腻的人设基调 而在随后上线的1.2版本剧情中 另一位新角色向你要的形象也得到了充分丰满 怎么说呢 1.2剧情其实给笔者的感觉是较为平淡的 持续危机的落幕让荆州回归了正轨 剧情并未着重渲染情绪暴点 或是探究危机下的暗流涌动 而是倾向于一种温情的笔触去塑造荆州 这片玩家里程中第一个接触到的地区的烟火器 从大多数荆州角色都有出镜的经营任务设计 不然看出1.2版本想营造的是一种 故事告一段落的藤原氛围 由此提炼出玩家在游戏世界的身份认同于归属感 不过 作为外乡人的漂泊者 又该如何融入这个名为追悦节的荆州百姓盛会 酷弱选择了让向里亚做围影子 但事实上 向里亚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与玩家同行 只派了机器人小帕跟随 反而是荆州的众生 无论是研究员 战士 老人 孩童还是商骨 在任务推进的过程中都得到了较为立体的描摹 酷弱素来善于运用全项叙事的手法 通过环环相扣 步步深入的先分后总是描写 四个看似独立的愿望背后 映射的未尝不是向里要与只有帕斯卡之间 悬而未决的心绪 不仅丰富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也为向里要在追寻真理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提供了新的诠释视角 从最初的谦逊自信 勇于担当 到后来的理解人性 捍卫信念 再到在责任与理想间找到平衡 直至最后在漂泊者的帮助下敞开心扉 向里要的每一项两个魅力与人生转折 都借助一种更偏写意的崭新叙事手法越来呈现 而促成这一切的内在动因 又与玩家的行动轨迹密不可分 一场追悦节下来 酷弱确实在通过各种方式 为这个世界的每一位角色 乃至NPC赋予独立的思考与灵魂 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不够出卷 也不够热烈 但却体现了酷弱将开放世界的内容 又是徐徐铺承开来的自主理解 让玩家在以主角的身份 便利索拉里斯大陆的过程中 也能够真正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烟火气息 和人间温情 而前几天发布的香里要PV 则是在玩家了解这个角色的基础上 对其人格塑造的进一步深化 内容比起则是PV要更加抽象且深刻 虽然风格完全不一样 但质量同样在线 两个香里要的对话 在线了他内心的交锋 但无论心魔如何蛊惑 香里要终究还是给出了自己对真理之路的理解 那条路不一定孤高 会有群星合奏 也会有人群喧嚣 总的来看 1.2版本的剧情传递出的这项价值观 与PV塑造的龙下配合 以及骷髅在讲好故事 做好人物方面的进步 玩家们都看在眼里 社区上讨论剧情的杂谈 剪辑与二创也多了起来 有玩家评论称 当NPC也能做到被人铭记 明朝的剧情就已经成功了 我想当初开服时期 剧情还是明朝备受争议的一大痛点 过了两个版本发挥的 却堪称从容不破甚至游刃有余 与其说酷肉成长了不少 倒不如是在经历大改过后 逐渐找回了创作的状态 前一阵子 英雄游戏CEO丹尼尔 在采访中这样评价明朝制作人收任 我投资酷肉也是因为发现 明朝的制作人是一个天才 他90年 游戏制作经验在当时算是非常非常浅的 但我发现他的审美和画面感 非常适合做很酷的二次元的游戏 纵如丹尼尔所言 上文提到的酷肉创作明朝这款产品的状态 便是用尽一切方式去理解并诠释酷这个词 将其渗透进游戏内容的方方面面 烙印在做游戏的态度与热爱中 放在明朝项目的起始阶段 酷的底色体现为一种蓬勃的野心 和对鲜明个性的追求 作为酷肉在完成战装叛名十字作后 经过内部反复讨论而确立的全新项目 明朝自理想之初 就肩负着诸多宏大而独特的理想 在明朝项目之初 团队希望打造的是一款拥有高自由度 强诚静感 技术门槛深 同时难以被复制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 他们实施于追求爽快凌厉的战斗打击感受 强烈的探索欲望 精细逼真的画面渲染效果 利于上手的操作体验 希望面向全球玩家 讲述一个富有荣誉中国气质的原创故事 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全新的游戏IP 然而 要在一款星座中同时实现如此多的目标 困难接踵而至几乎是必然的 追求酷的方式也随时发生了变化 逐渐转向为了不屈不挠的务实风 但他们始终坚守着酷弱做产品的信条 极好玩法加好内容 而动作结合深海玩法的高耐玩性 确实在后续成为了明朝吸引玩家的一大竞争力 然而 这套玩法框架此前可以参考的内容并不多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三次测试期间 游戏几乎全程都处于巨变和反复试错的阵痛之中 在这艰难的时刻 几乎全网的玩家都在自己与抨击游戏的种种不足 外界的声音异多 产品就容易身陷朝令膝盖的淋雨之中 明朝就险些迷失在了公厕前 面对巨量带处理的玩家反馈时 团队究竟应该怎么做 这是明朝乃至所有大量级产品都会长期面临的挑战 根据搜认在DW2024的分享以及项目组的实践 骷髏选择了一条看似笨拙 却也最为稳妥的解决之道 全面疏离玩家的反馈 然后根据重要性和紧迫性划分优先级 最后一用科学的方法论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在昨日举办的腾讯语言生态大会上 骷髏CTO凌晨层在介绍明朝的项目管理方法时 同样反复强调了量化和拆解这两个关键词 直面问题 追求高效解决方案的理念 已经在骷髏各管理层之间形成了共识 至于贯彻共识所需要的坚持与韧性 自诞生起一直处在爬破过程中的明朝算是都极其了 1.0公色版本上线后 游戏bug满天飞 比12游社区环境上触高度混沌 明朝的开局不利更是成为众死之地 引来无数非议 尽管从中debuff加深 团队依然在按部就班的逐一解决问题 几乎每天都能赚于修复bug或制作补丁 版本号的尾数一度默默热更新到20多个 许巨沙城塔 1.0集中优化了卢卡顿吊针斗瓶等底层漏洞 为后续的细化改进奠定了基础 许多隐蔽的bug被修复后 虽然大部分玩家未能第一时间察觉 但这些暗改却在前一幕画中提升着游戏体验 1.1版本上线 好内容开始发力 游戏的口碑出现明显回升 酷弱也并为止步 继续修复1.0遗留下来的以及量化出的重点问题 版本更新前 官方希望让玩家第一时间知晓的不是其他 而是详细列举着各项优化和调整内容的研发中端通讯 紫色调协器的合成 数据物的满集必出金 微音区拨片时间的优化 短程所需被逼的减负 优化的内容逐渐涉及具体的模块体验 玩家的不满身逐渐减少 说到的建议趋势也更加细化 直到1.2版本 明朝人在不断解决先前未能完全满足的底层诉求 例如从根本上中够了游戏的索敌机制 提供更多的定制化选项 让玩家的战斗体验更加流上自如 新增开放的120帧 让PC端的游戏体验更上一层楼 让人欣慰的变化并不止于游戏本身 互动区的氛围也然今非昔比 玩家们反馈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 甚至可以看到个别玩家在评论区中 列出的建议篇幅比官方的还要涨 但纵观整个评论区 曾经充斥着各种不满和抱怨 如今却少了几分力气 多了汲取理性与温度 1.2版本算是一个后继勃发的沉淀节点 它见证了明朝品质的稳步提升 更折射出玩家认可度的逐步攀升 以及官方运营与规划经验的日益成熟 在最新一期的研发终端通讯中 官方还公开了即将上线的1.3版本的诸多新内容 漂泊神们即将探索充满谜团和危机的 全新区域黑海岸 与拥有创新技能机制的新角色优狐相遇 同时 游戏还将引入传送门无分探索解密玩法 新增多名特殊强敌与就决赞Anker的半新任务 为玩家带来更丰富的内容体验 一切趋于稳定后 1.3版本新内容收到了期待 又让玩家对玩到好内容的诉求更显几分纯粹 可以预见的是 在玩家体验持续得到优化 官方受到信任的良好生态环境下 想必酷肉用不了多久 就会在明朝顺利实现更多酷的事情 关于后续版本的内容 首先就是明天的免费送 向你要的幕后同行活动了 活动时间2024年9月4日10点 2024年9月28日11点59分服务器时间 奖励内容五星共鸣者向你要开放条件连绝 等级达到17级 且完成潮汐任务第一章第三幕奔策后产星 活动说明参与月华如愿活动 在追月节期间筹备有缘会、消月会 可通过完成心愿委托 建造节日相关的摊位来提高追月节人气 活动中达到目标人气之后 可在2024年9月7日10点 2024年9月28日11点59分服务器时间期间 与活动见面领取五星共鸣者向你要 活动结束后 若存在可领取但未领取的奖励时 在活动结束后30天内登录游戏 此部分奖励将通过邮件进行补发 大家只要追月节人气知道了 错过了活动也没关系 因为30天之内登录还可以在邮箱领取 下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合金视野了 不知道这次图相比爱有什么创新 我们还是很期待的 这次的活动时间为9月16日10点-9月28日03点59分 奖励为500新生 生孩 升级材料等 下一个活动就是9月20号开启的 生孩材料双倍活动 时间从9月20日04点-9月27日03点59分 另外 不要忘记明天卡石更新之后 漏根模式也会增加新的奖励 这些活动结束之后 1.2版本也就结束了 想必目前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涨草了 也有很多玩家吐槽明朝的产能不够 长草期太长 我想更有利弊 如果内容比较少 但都是非常优质好玩的内容也是可以的 关于装武 磁条加暴击 武器效果加全属性伤害 提升共鸣解放伤害 目前别的武器对向里奥来说 都与装武有较大差距 因此向里奥的装武建议有资源的漂泊者可以补一个 向里奥作为卡卡罗尚未替代雷斯 明朝开服以来地位直接赠送的角色 引领的社后 还有两天就要上线啦 想必大家都是会把他连起来的 小助理给大家带来向里奥的培养攻略 让大家的向里奥没有童年 角色背景 荆州华区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年轻的多领域专家 他平易近人 温寒名利 对机关研究拥有独特的见解与执着的追求角色强度及定位 向里奥是一位大招启动的雷系组C 大招拥有着独特的减速机制 聚怪效果 以及大范围伤害 输出能力强 输出倍率也很高 比较像卡卡罗 但开大后变身持续时间比卡卡罗涨 也就意味着大招时间长 他的配对也比较自由 操作更是比较简单 主副C配对上 向里奥比较适合搭配迎领 抽取建议免费赠送 人手一支 一 作战特点 向里奥主要靠大招和大招后的三次强化一输出 他们都会附带减速效果 类似于漂泊者颜色的炎奏技能 他的固有技能还是带抗打断 这使他的输出环境变得比较好 2.作战机制 向里奥大招开大后变身 普攻和技能都会被强化 用普攻和技能打满共鸣回路条 可以释放强化技能 释放三次后结束大招 3.技能解析 向里奥在常态下可以通过平A 共鸣技能命中获取 演算效能上限100点 核心指演算效能满后共鸣技能 基本推演会刷新城硬刃 演算效能获取规则 常态攻击问难命中目标时 回复演算效能 共鸣技能 基本推演命中目标时 回复演算效能 超算效能获取规则 共鸣解放动箭状态期间 普攻第一对命中目标时 回复一点超算效能 普攻第二 深蹲命中目标时 回复两点超算效能 释放共鸣技能时 回复两点超算效能 空中攻击命中目标时 回复三点超算效能 闪避反击命中目标时 回复两点超算效能 技能加点优先级 共鸣解放 共鸣回路 共鸣技能 常态攻击 变咒技能 武器选择 优先选择五星装武 其次是常驻五星 四星优先选择 大跃卡武器 诸方悬书 五星装武 请愿怒涛 常驻五星武器 请掌先约电台 四星武器 骇行四星武器 原能必凯 测试三星武器 4 共鸣链推荐一链 16%的提升 5链 6链5 深海搭配4331 测空鸣雷五键套 云伞之灵 索雷之灵 加卡13任意 深海加卡13任意 深海加卡11任意 深海加卡11任意 深海 主持条推荐 卡14 暴击暴伤 卡13 导电伤害攻击百分比 卡11 攻击力副辞条 双暴攻击百分比 等于共鸣解放 伤害加成 共鸣效率 共鸣效率 可视档堆到130%左右 44111 测空鸣雷五键套过度 云伞之灵加索雷之灵 加卡11任意 深海加卡11任意 深海加卡11任意 深海 主持条推荐 卡14 暴击暴伤 卡13 导电伤害攻击百分比 卡11 攻击力副辞条 双暴攻击百分比 等于共鸣解放 伤害加成 共鸣效率 共鸣效率 可视档堆到130%左右 43311 不绝云五键套过度 巨蟹机有加卡13任意 深海加卡13任意 深海加卡11任意 深海加卡11任意 深海 攻击百分比 卡11 攻击力副辞条 双暴攻击百分比 等于共鸣解放 伤害加成 共鸣效率 共鸣效率 可视档堆到130%左右 6 推荐配对 主要配对的公式为 向你要加副辞加奶妈 1 推荐配对1 向你要加引领 加白纸维里奈 引领清云出月套 维里奈影视回光套 2 合轴 配对2 向你要加长离漂泊者 M的卡卡罗 上滑加白纸维里奈3 配对3 向你要加剑星 加白纸维里奈 吃严奏 9月份开始 意味着明朝一点的大版本 已经过半了 过几天 大家也可以领取到 免费正送的向你要了 肉哥活动中 也可以试用向你要 大家可以根据 试用后的手感 来决定是否要给 向你要补专舞呢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 1.3 以及1.4版本的一些爆料 1.3版本的部分活动场景图 以及大概的奖励已经透露 该活动的简介是 在一道神秘的大门旁 一位名叫多罗西的女孩 意外穿越而来 向你寻求帮助 在每一关 你可以选择多罗西的朋友 作为资源回升 这可以大大增强 共鸣者的战斗力 不知道会是什么新的玩法 应该是限时活动 奖励比较的中规中矩 第二个活动是 无限杀汗活动 看样子应该是 类似于深海塔王的玩法 应该会是常驻的玩法哦 毕竟明朝活动比较少 容易涨潮 适当的添加一些 常驻活动也能增加 游戏的乐趣 第三个活动场景 是安可的半生活动 应该是独立于 明朝大世界地图外的 一个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 会有一个和肉哥活动 一样的门 不知道会传送到 另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关于先前爆料的 新世型角色灯灯 小助理这里 有了更加详细的爆料 关于灯灯 他不是罗莉 身高比手按人 稍微矮一点 有可能是神女 也有可能是少女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另外 他还有一个和隔壁 原神角色摇摇 和香菱一样的宠物伙伴 那么他的技能 会不会也是释放宠物 来造成伤害呢 另外 1.4将会是新春上限 大家可以新生囤起来了 则之的售后 主是一女冰枪角色 还尚未出现 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暂时还没有 哥苏林和香菱上限的消息 喜欢他们的漂泊者 可能要再等一等了 1.4版本新上限的 五星和四星角色 应该就是春河登登了 春已经在剧情中出现了 不知道登登会长什么样呢 2.0将会出现新的武器类型 是小提琴 不知道会是像1.1版本 赠送的琵琶刀一样呢 还是全新的一种武器类型呢 1.4版本新上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